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一个小男孩 恐龙 示范李让美德的故事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来听一听 看一看吧 恐龙让李 从前有一个叫恐龙的孩子 他十分聪明 也非常有礼貌 恐龙有五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他从来不会和兄弟们打架 有好玩的东西 也总是先让兄弟们玩 恐龙四岁的时候 有一天 一位亲戚来访 小朋友 亲戚就是指其他的家庭成员 例如阿姨 叔叔 表哥 堂妹等等 那恐龙的亲戚来访 送了许多又大又多只的离子 给他们一家 妈妈把离子洗干净 放在桌子上 对孩子们说 快来吃离子哟 这时 恐龙和兄弟们在院子里玩捉迷藏 正玩得不亦乐乎呢 小朋友 还记得吗? 我们在上一个故事学了一个成语 不亦乐乎也是一个成语 在这里的意思是指 玩得非常开心 他们听到妈妈的叫唤 纷纷高兴的说 哇 好棒 并快步跑进屋子里 妈妈端来一盆水 让大家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的 洗完了手 大家争相恐后的跑到桌子旁边 你抢大的离 我挑好的离 谁也不肯让谁 只有恐龙站着没有动 小朋友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呢? 你是会去挑离 还是和恐龙一样站着不动呢? 那在这一段落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成语 争先恐后 他的意思是指 争着向前怕落后 爸爸看到孩子们你争我夺的样子 很不高兴 要大家把离子放回去 然后爸爸对恐龙说 由你来分离子给大家吧 兄弟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希望恐龙把最大的离子分给自己 其中一个哥哥哥还小声的对恐龙说 把最大的离给我哟 那小朋友 如果你是恐龙 你会怎么分配这些离呢? 我们来看一看恐龙怎么做吧 恐龙走到桌前 仔细看了看盘子里的离子 从里面选出了六个大的和一个小的 恐龙拿起最大的那个离子 递给弟弟 说 快吃吧 很甜哟 接着 恐龙把剩下的五个大离子 分给哥哥们 最后 恐龙拿着最小的那个离子 说 这个离子就给我吧 爸爸觉得非常奇怪 就问恐龙 你为什么自己吃最小的离子 把大个的分给别人呢? 恐龙说 哥哥们年纪比我大 应该吃大的 弟弟年纪小 我们应该要让他 所以最大个的给他吃 爸爸听完恐龙的话 夸奖他说 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小朋友 你觉得恐龙的做法如何呢? 故事里 恐龙向我们展示了 礼让的美德 一个懂得礼让的小朋友 表示他注意到了别人的需要 这会使他有爱心 也会关怀和尊重他人 小朋友们 让我们做个会里让的好孩子吧 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在下一个故事 再见 小朋友 再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